这是我见过最帅的背影 面对身后袭来的怪物 只见女人一跳而下 然而还没等魏姐逃脱 怪物吐出来的蛛丝 瞬间将魏姐困得动弹不得 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魏姐一脚踹爆窗户 用碎玻璃割断了蛛丝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蜘蛛怪由于害怕阳光 所以并不敢直接跳下来 而看着渐渐离开的怪物 魏姐总算是有了喘息的机会 可等他拖着疲惫的身体 重新回到一楼大厅时 却反手给了晒哥一拳 原来晒哥作为避难小队的领头人 早在监控画面中 就看到了配电视里的怪物 但他却故意隐瞒真相 让魏姐冒险前去修复电幕 因为在他看来 魏姐出身于特种部队 也只有他有能力应对怪物 在战力人员不足的情况下 这原本是非常理性的选择 但唯一过不去的就是人性 魏姐不想被他当成妻子利用 于是选择直接离开了公寓 准备靠自己闯出一条生路 可随着魏姐的离开 队伍的战力也遭到了极大血弱 为了尽可能的保护众人 晒哥只好通过广播 呼吁其他幸存者到一楼会合 贤妹等人听到消息后 也是准备到大厅一探究竟 曹叔因为行动不便 便留在了房间照顾孩子们 然而贤妹等人还没下楼 突然就遭遇了楼道埋伏的怪物 贤妹被怪物直接撞飞 但她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正当她为此感到疑惑不解释 晒哥却说出了其中原有 原来就在刚刚 政府紧急发出了一则通知 这些突然出现的怪物 全是被感染了某种变异病毒 这种病毒和人类心理的欲望有关 感染者到完全变异之前 有着为期15天的潜伏期 在这段时间里 感染者有着强大的恢复力 无论受到什么致命伤害 都能在片刻之间恢复正常 可随着贤妹感染者身份的曝光 同时也迎来了幸存者的敌对 毕竟没人愿意和怪物共处一世 眼看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晒哥提议用投票的方式 决定贤妹的去留问题 很快投票结果就出来了 票数最终达到了持平 而对于这样的结果 超市的大叔瞬间就绷不住了 誓死要将贤妹赶出公寓 可没想到就在此时 大叔自己竟然开始狂流鼻血 尽管他极力辩解 说自己最近是太累了 可众人都知道这是变异前的征兆 晒哥不想直接驱逐两人 但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 晒哥只能将他们关进小黑屋 好随时限制他们的行为 而晒哥立保贤妹的举动 其实也并非出于好心 只不过是为了利用贤妹 在变异之前强大的恢复力 帮幸存者们出去收集物资罢 很快 贤妹就迎来了第一个任务 前往14楼营救机械士曹叔 因为随着怪物的不断出现 大厅的防守也变得刻不容缓 他们需要更加专业的人员 对大门进一步的加强防护 贤妹知道后本想上楼接人 可万万没想到 此时的曹叔这边 却碰上了更大的危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